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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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因为说每一个国家 其实外交目标都非常清楚 也非常明确 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很努力的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 只有台湾现在的马英九政府 推动的是所谓的外交修兵 不敢跟中国做任何的一种对抗 甚至于当中国在国际上持续对台湾打压的时候 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抱怨甚至于申诉 非得要一些媒体举发 或者说台湾的一些在野党举发之后 现在的马政府才敢在外交上提出一些抗议的动作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消极非常负面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软柿子外交 也是一种失败的外交 甚至于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谎言的外交 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说明年的一月中旬 台湾即将要举行总统跟立委的大选 那现在这个状况显示 至少有过半数的台湾的民众 对现在马政府的施政是表达强烈的不满意的 所以台湾很有可能在明年的一月中旬 出现所谓的第三次的政权轮替 也就是现在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 很有可能会再次重新执政 那新台湾国策智库就秉持一个智库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推出了一份非常严肃的 就是台湾国家愿景的外交政策篇 那试图可以给台湾的未来的一个外交的出入 注入一个新的一个思维跟方向 那这个东西在现在剩下六个月的一个 台湾的总统大选的一个辩论里面 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 因为外交政策跟两岸政策 在台湾的过去的这些外交的实践里面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只是说它的位阶上经常出现一个 一个不同的政党的执政造成它位阶上的不同 比方说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是试着把外交政策置于两岸政策之上 可是现在的马英九政策就是很明确 是把两岸政策两岸关系置于外交政策之上 造成台湾外交绣兵什么事都不用做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未来的要建构一个比较良性的建设性 台湾的外交关系 应该是把两岸政策跟外交政策置于一个平衡点 它不是一个负从依附的一个关系 那在这样一个思维之下 我们也认为说 台湾的外交要进一步的扩展 台湾的外交空间 现在能够跟对岸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竞争 应该是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来建构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的两岸关系 那因为现在的马英九政府 它所谓的两岸关系的对话的一个基础 是所谓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那在我们认为 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它不仅是虚构的 同时它也是不切实际的 是一厢情愿的 因为国际上认为的所谓的一中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现在台湾的政府 马政府认为一中是中华民国 事实上这个中华民国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走不出国际的 只能作为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消费 政治的消费 所以我们认为 明年一月的中旬 台湾总统大选结果 如果民进党获胜的话 台湾进入第三次政权轮替 台湾的外交 包括两岸关系 应该是要跳脱 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制服跟苛九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 展新的一个 一个新的政治的基础 那这个基础 我们把它称为叫兄弟之邦 兄弟的感情就是说 两岸关系应该是一个兄弟的关系 我们共享很多文化的历史的 很多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渊源 可是我们在政治上 因为两岸目前发展的不对等 包括民主的程度 包括自由化的程度 所以其实是应该 可是又为了维持两岸的和平 我们必须要建构一个 和平的两岸关系 所以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 我们提出兄弟之邦的概念 给现在的民主党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 蔡英文主席 来作为一个参考 但他月面采用 采用到什么程度 我们也不确定 不过至少我们希望 能够在未来这六个月里面 形成一个 有关于台湾外交政策 跟两岸政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也希望 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 在兄弟之邦 加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之下 民进党政府跟共产党 可以进行 比较有实质的 建设性的 互信的一个对话 来以这样的一个兄弟之邦 作为未来重建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一个 一个对话的一个新的政治基础 那兄弟之邦 兄弟是感情文化上的依注 那帮怎么定义 就是透过未来 双方进行良性的互动 跟对话来产生 所以这是我们智库 提出这个外交 国家愿景 外交篇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也欢迎各界的一个指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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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onnor 一、二,二